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再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第一章 主要是跟各位介绍在直角坐标系统下 张亮的观念 那我们再重复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会利用张亮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张亮的那个 张亮的下标符号的写法 基本上它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一组方程式 因此使得我们在处理方程式会比较简单 等一下你们从第二章 我们在一些公司推导表或表示的时候 你们会看得到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用这个下标符号来表示 基本上公司看起来会比较简洁的多 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利用张亮的观念 我们在直角坐标推导出来 线性直角坐标系统推导出来的方程式 很容易的可以转换成为原柱坐标 或是球面坐标的方程式 那刚刚有同学提醒我们 提醒各位一下 在我们的讲 我们第一章的讲义在第六节 我们告诉各位在不同的原柱坐标 跟球面坐标 那些什么grading F啊 divergent F那些都是对的 可是我们在讲义里面 如果有举例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可能会超错 所以你们觉得有点不符的地方的话 是以第一章的资讯为 第一章第六节的那个超的资料为准 那个应该是对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在开始跟各位谈到第二章 前面第一章其实跟谈力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一个数学观念的介绍 那第二章我们就开始谈到谈力 第二章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 deformation 变形跟应变 在我们讲义前 我们先跟各位 把所谓的变形跟位移 给各位分清楚 这两个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 假设我原来这边有一个物体 然后它现在呢 移到了这个地方 这物体移到了这个地方 那我原来我在这边有一个指点 我们这边打个叉 我现在移到这边呢 也是在这 那这就是我一般所知道的 钢体位移 我物体是纯粹的移动 可是它形状没有改变 那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 这指的是这个指点的位移 那是一件事 假设在移动过程之中 这个物体同时有变形 它可能一过去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用虚线来代替 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这时候的这个指点 原来这个指点 它就不会在这位置 它从这边会跑到这 我们用三角形来代替 那这一小段距离 是它真正的变形 可是如果我问你 这个指点的位移量是多少 可不只有这样子 它的位移量就是这么大 这才是指点真正的位移量 所以我们了解了 一般来讲 位移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所谓的钢体位移 还一部分是真正的形状的改变 所造成的位移 这个是位移跟变形 如果你谈到物体的变形 它的变形量只是 只是这么大 可是我的位移量 却有这么大 包含了钢体位移跟变形 所以我们在计算 那这个里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少会直接讨论 物体的变形 位移量 因为一个物 对 我们不会用物体的位移量 来判断它的变形 因为很多物体的位移 除非你有constraint 打个比方 如果一个物体 是有被限制住的话 像这样子 那它不会任意 不会有钢体位移 这个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它的位移量 就会等于变形量 大家听清楚 如果一个物体会有限制 就它不会任意移动 那位移量 就等于变形量 否则一般来讲 位移量是包含了 钢体位移 跟变形量 那我们真正有兴趣 谈的是它的变形 而不只是它的位移 因此我们很少 利用位移量 去判断 这个物体变形量的大小 因为那个不准 你必须把位移量 里面的钢体位移扣掉 才能判断 变形量的大小 但是因为钢体位移 都是一样的 个点都是一样 所以你们当中 在材料力学 我们也才会谈到应变 应变 基本上来讲 在很微小应变的时候 我们说 等X方向位移量 对X的微分 因为有这个微分 所以这个钢体位移 因为是常数 就会被消掉 所以才只剩下这一下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会用应变 来表示变形的大小 而不会纯粹的用位移 我要讲调一下 你们要把变形跟位移分清楚 举例来说 你们所有一般来 只要这个物体没有限制条件 就是这样 比如我要拉这根杆子 我可以一边拉长 一边这样子移动 跑到这一边 所以我真正的位移量 就包含了 它的钢体位移 跟它的变形量 OK 这里面必要弄清楚 我再强调 只有一个物体 它有限制条件 它不能随意移动的话 它的位移量 就会等于变形量 否则没有限制之下 一般的位移 包括了钢体位移 跟变形量 那当然我们有兴趣的是变形 好 那我们看看 我们这一章分成七个小节 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连续变形体 弹性 基本上来讲 你们知道 物体力学里面最基础的两门课 一个叫弹性力学 一个叫塑形力学 弹性力学 你们知道 表示物体的变形量在弹性范围 塑形力学 表示物体变形在塑形范围 但是这两个都有一个条件 也就是 它们也可以叫做 合起来 联体力学 continual mechanics 如果说你们碰到有一本书写的叫联体力学 continual mechanics 就是这本书包含了弹力跟塑力 因为弹力跟塑力最大的差异 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 当你谈到是弹力 通常表示呢 这个受力物体的应变量比较小 它是在弹性范围 而且它受到外力 外力离开以后 它会回到原来的状况 塑形力学 代表的应变量通常比较大 而且会有永久应变 当然 更重要的就是 在弹性区域跟塑性区域 我的材料的关系是 硬力跟应变的关系是不一样 但整个合起来都叫做联体力学 那我们第一节就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联体力学 它是有它的定义存在 而且我们有告诉各位 联体力学指的就是 这个物体受到外力的时候 是所谓的连续变形 那我们第一小节会告诉各位 什么样子的位移量 符合连续变形的定义 你们基本上 你不要随便写一个函数 说U1是等于 三倍的X1加五倍的X2平方 U2什么U处理什么 不是你随便写一个方程 它都可以变成一个位移函数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位移函数不合理 所以我们第一小节就会告诉各位 在联体力学里面 什么样子的位移函数 才是合理的 然后第二小节我们会从 一个受力工作阵两个指点间的长度变化 来给各位推导出所谓的应变 以及证明这个应变是一个张量 记得我们讲过 任何一个物理量 你要证明它是一个张量 必须要先要说它这个张量 必须要确定它满足特定的坐标转换方程式 然后第三小节 我们再会跟各位介绍 这个应变张量里面每一个分量的物理意义 你们倒会看到 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小变形的假设 所以我们前面通通所推导的公式 在大变形都合适 就在数据力学里面也适用 而那时候你们就会看到 在大变形的时候 你们在财产力学学到的这个公式 是有错误的 并不是正确的 然后第四小节 我们跟各位会介绍主应变 这个主应变 有一部分你们在财产力学的很像 但你们回忆一下 你们在财产力学要谈到主应变的时候 第一个工作是画墨尔元 而且它只能处理二维的应变 财产力学没有告诉你们 如果是一个三维的问题 怎么找到第三个主应变 那我们这边就会从三维的角度来看 一个三维的状况 我们怎么找到那三个主应变 事实上这就会牵扯到 我们第一章所讲的 那个解特征值问题 然后到了第五个小节 我们才介绍所谓的small strain 也就是等于讲的 我们前面 不先做小变形的假设 也就是前面的公式在弹性力学 跟数据力学都适用 然后到了这个小节 我们才假设位移量很小 应变很小的时候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会怎么样简化 这个才是属于弹性力学的范围 然后第六个 我们可以跟各位介绍应变的一致性 compatibility 以亏取一致性方程式 这什么意思 你们在财力都学过 应变是对称的 但尽管如此 我们应变还是有六个 然后每一个呢 这里面每一个都是function 都是什么的函数 位移函数 我有六个应变 每个应变都是三个位移的函数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我知道位移函数 带入方程式算应变很容易 如果我知道应变值 我想要从这个应变值 倒算出来 我的位移量是多少 你们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时候变成什么呢 我有六个方程式 我只有三个位移数 就我知道应变 想要求位移的时候 我会发生六个方程式 三个位移数 方程式比位移数还多 所以一般来讲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们都知道 我们很难解除位移函数的 一般 那个永利可手流训 唯一的手流训 你要解除唯一的手流训 很明显 这六个值本身会有一个关系存在 也就是说这六个方程式必须是相应方程式 才有机会解除唯一的解 那第六小节我们就告诉各位 这六个应变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一致性 competibility equation 也就是你们要知道 一个受力的工作件中的任何一点 它的六个应变量 中间是有个关系存在的 你不能随便猜 你不能说这一点的应变 随便定 f1等于0.1 f2等于0.3 随便定 你这样子定出来 结果它不见得是对的 不见得是合理的 它有一个关系是存在 那最后一个小节 我们刚刚讲的 位移量包括了 位移量包括了 钢体位移跟变形 那如果我给你一组位移函数 你怎么从中间区分出来 这个位移量 哪一部分是属于钢体位移 哪一部分是属于变形 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小节 会跟各位介绍的 那这个就是整张 应变跟变形 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 好 下面在我们继续开始以前 我们先跟各位 什么叫做连续变形体 OK Continuous Deformable Body 什么叫做连续变形体 这个重点是在连续变形 所谓的连续变形体呢 这个物体呢 在变形的过程之中 要满足几个条件 这也是我们达到弹力疏力的一个基础 一个连续变形体 第一点 我们所考虑的这个物体的区间 必须要大到 因为我们考虑物体一定有个范围嘛 我们所选择的范围 必须要使它的温度或密度 等于有它的意义 这个什么意思 它主要意思就是 你们仔细看 任何一个材料 你用高倍的放大进去看 中间都还会有些小孔 它不是完全密的 那一个材料 你用很高倍的放大去看 它的截面之间 都会有一点点的小孔 那我们的意思 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讨论连续变形体力学的时候 那些小孔我们会忽略的 你不能说 我现在讨论的就是那个孔 如果是那个孔的话 它的密度温度 它是空的 密度温度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我们会忽略 每一个材料 一种非常小的孔的存在 包括如果你的材料是铸铁 我们也当作看不到那个孔 你不能说 比如说你们说 考虑一个铸铁 它的截面 这是铸铁 一个圆子铸铁 你说这边有很多小孔 所以这些都是空的边界 那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那那个处理解会非常的复杂 我们就讲的 所有的材料之中 那种高倍显微镜 在看到的小孔 我们统统忽略 那不在我们讨论的区域 你不能把说 我现在讨论的区域 我就陷在这个小孔 那不是属于我们粘体力学的范围 第二个 我们讨论的区域 它的尺寸 一定大于这个材料的分子平均自由进 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主要的是 Macroscope 我们是聚观的讨论 不是讨论围观的 我们所讨论物体的尺寸 再小也要有几个minimeter之类的 我们不去讨论到那种纳米等级 nanometer的考虑不再是上面 如果你要考虑的是物件 它的尺寸是nanometer的等级 那个就变到所谓的围观力学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不是讨论围观力学 你们要知道围观力学跟聚观力学 有一个非常大的主要差异 聚观力学 很多基础材料都是等向性 它的材料性质跟方向无关 围观力学 如果你的四片只有几个nanometer 你的四片可能根本就是几个分子组成的 如果你现在讨论的四片 就是叫我这样的画的 五个分子组成的画 很明显 这种组合 它的材料性质一定有方向性 因为你在这边 横的拉 因你应变成比跟重的拉一定不一样 所以围观力学的材料性质 都不是等向性 那我们这边 我们强调我们这是传统古典力学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都是只考虑为聚观 我再强调 我们这一章讲的很 这个课讲的很多理论 如果你是考虑到奈米等级的话 它是用性要修正的 大家要注意 第三个 我们讲的跟第一个其实类似 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 这是我所考虑的物体 这是我的坐标系统 那这个物体的每一点 每一个值点 都有一个对应的坐标值 意思是什么呢 也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小孔我们当作不存在 否则的话 如果你小孔存在 这一个坐标它就没有值点 它就对不上来了 我们的第三个意思就是说 所考虑的这个区间里面 每一个坐标系统都会对应到其中一个值点 第一跟第三其实是很类似 就是那个小孔我们都看不到 那一二三合起来呢 可以总结一句话 我们是做具观的讨论 不是围观的 那针对连续变形 最后一点最重要是第四点 我们不考虑材料 我们考虑材料变形 我们不考虑材料会被破坏 或者是裂开 这什么意思 它这句话主要讨论的就是 假设我左边的这是一个物体 没有变形 右边是这个物体变形以后的状况 它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原来这边有一个值点 跑到这边 也会有一个对应的位置 在新的变形体上面 我不会发生什么呢 一个值点 跑到这边以后变成两个 我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就代表什么呢 如果一个值点到这边变成两个值点 代表什么 这个物体裂开了 好像是这样子 这种不就是 这个有裂缝就代表原来一个值点 变成两个 所以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形 就我不管你的变形是怎么样子 它不会一个值点变成两个值点 它也不会什么呢 原来这边有两个值点 它变形会变到同一个位置 这个也不考虑 所以你们看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连续变形 就是说 每一个原来的值点 都会在新的变形区域有一个位置 每一个对 然后不会有一个变成两个 也不会有两个变成一个 所以这整个连续变形的意思代表什么 代表了你们在数学函数对应中的 一对一且印成 OK 是one to one and the mapping 一对一 且印成 这个就是连续变形的主要意义 如果一个物体的变形 我们把它叫做连续变形的话 就代表了 原来物体上的每一个值点 在新的变形体上 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值点 而且是一对一的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新对应的值点 而且不会有一个值点 到新的位置上变成两个值点 或者原来两个值点 在新的物体上挤到一个值点 不考虑 OK 这个就是我在强调 这个一对一且印成的观念 就是我们所谓的连续变形的定义 如果有裂开的状况 那就是属于破坏力学的范围 那就不在我们这个课的讨论之内 这个观念 大家现在一定要先弄清楚 再强调 连续变形的意思就是 值点是一对一且印成 重点是这个一对一 好 我们这边现在因此 我们这边现在仅说 我们弹性力学所讨论的物体 基本上第一个是聚观 第二个是连续变形 是连续变形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 如果真的是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的位移函数 有没有什么限制 位移函数有没有什么限制 我再重申一下 我们第二章跟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第三章 我们都是先从大变形的观念 来跟各位说明 然后再逐步的把范围 说到小变形 限制在弹性力学 可是原来所讲的 只要是连体力学都适用 那像你们各位 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图 我这个画的代表 我现在用的坐标系统 是一个曲线坐标系统 也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所讲的观念 不建议线性直角坐标 原住坐标 球面坐标也适用 那我们用X XYX的X3 代表变形前的坐标系统 这个X 这个是希腊字母的X CYC2C3 代表变形后的坐标系统 我们要讲 我们只用这个坐标系统 来描述物体 也就是XY是变形前的坐标 C是变形后的坐标 或者说 有一个指点 原来的变形前 它的坐标是这个 变形后呢 我们把说 这个是它的坐标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两个 这两个点 我们当然用坐标系统来描述 但这两个坐标系统可以是一样 没有人说它是要不一样 我可以都是线性直角坐标 都是圆轴 都是球面坐标 然后有一个物体 原来这个形状 原来这个形状 变形到这个形状 这个位移 我们再强调 就包括了 钢体位移跟变形 那原来的区域我们叫做 R sub x 变形后的区域我们叫做R sub c 那R就是region的意思 然后中间的代表点 原来的是p sub x 它的坐标是这个 变形后变成p sub c 它的坐标是这个 那像我们这边讲的 就是整个区间 变形前到变形后 那这个坐标最明确的就是 假设 我的位移量 是U1 U2 U熟率 那 我的位移就等于变形后的坐标 减掉变形前的坐标 就是这个意思 那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既然是连续变形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 这个方程式出现 c sub i 等于一个 xys3 也就是说一定会有 这三个函数出现 这i等于123 那这个函数是什么 如果你们知道了 知道了这个函数 那我就可以知道 原来的某一点 原来某一个值点 它的坐标是x1 x2 x3 抱歉啊 这边还要加上一个时间 sy x5 x3 那比如说我现在 这是原来的坐标 假设我现在t等于5 带进这个函数 我就知道这个值点 在5秒以后 它会移动到什么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变形后的坐标 就这个 我知道原来在变形前 某一点 然后带到这个函数 给它一个时间 我就知道在时间 等于t的时候 这个值点 位移到什么位置了 所以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函数 你就可以完全描述 这个物体的位移或变形状况 就可以完全描述 这我们讲的 因为一对出 一定会有这个函数存在 然后在我们假设 这个物体是属于连续变形 而且不会发生破坏 因为不会发生破坏 所以这个函数 就变成一对一且硬成 你们在国中应该就学过 任何一个函数 如果是一对一 而且是硬成的话 那这个函数 一定会有反函数存在 所以我们会有 这个函数存在 你就等于说 因为是一对一且硬成 那 这种函数 这个就是这个 这很明显它的反函数 因为一对一且硬成 反函数一定存在 而这个函数的意思呢 很有意思 也就等于说 我给你一组C 再给你一个时间 我会到一个X 那这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 我这三个坐标 我们现在给它 1 2 3 然后比如说 我T等于3 带进这个方程式 我得出来的答案是 0.1 0.5 0.3 假定式降化意识 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现在知道 在时间等于3秒的时候 时间等于3秒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的指点 在时间等于0 也就原来是等于这个坐标 或者反过来讲 这个坐标的指点 在时间3秒以后 会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这个 反函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 反函数告诉我们 在变形体上的 某一个坐标 在几秒钟的时候 几秒钟的时候 变形体上 这个的指点 在变形前 是什么位置 因为SYSYS 代表变形前的位置 这就是这个函数 告诉我们的 因此不管怎么讲 理论上 我们这两个函数都存在 而如果你用的是 这个函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参数 你用的是这个函数 这就是我们的参数 因此 我们知道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 力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参数 就是变数 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是我们选择 变形前的坐标 也就是X1 X2 X3 来当做我的变数 用变形前的坐标 来当我们的变数 那或者说推导公数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X1 X2 X3来为分 那这种意思就代表的是 就我们讲的代表的是 我们处理的是这种函数 所以我们知道在变形前 某一点的位置 在变形后会移到什么位置 那像以这种来做的做法 我们叫做Lagrange Approach 这名字不要特别记要 知道一下就好 Lagrange Approach 那这个X坐标 我们就叫做Lagrange Variable 或者叫Material材料变数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用这个函数 也就拿变形后的坐标当参数 那时候你的 我在这种上 用这个时候我的方程子 会出现这种东西 用这个话 我的方程子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用这个 来作为参数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等于是说 我把我的目标定在空间中的某一点 这就是变形我的位置 让我想了解的是 什么时间留到这个位置的那个指点 在一开始没变形前 它的位置是哪里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空间中的某一点 我们来观看在什么时间 是原来变形前的哪一个位置的指点 在三秒以后会留到这个位置上 因此这种approach 我们叫做Aurorian approach 那这个参数我们叫做Aurorian参数 或者是我们叫空间参数 因为我们等于定的是空间上的某一点 那我们看哪个指点会留过来 在固体力学上 这两种参数都可以用 可是你用不同的参数 我们后面下一节就会给各位看到 导出来的方程式会不一样 基本上会不太一样的 那一般来讲这不是绝对的 我们在固体力学上 大部分用的是以Lagrange 就是用变形前的坐标当参数 流理力学上 我们比较习惯用变形后的坐标 当参数 为什么 你们想 固体力学 我本来就有个物体摆这边 所以我很容易知道我原来变形前的坐标 那我可以盯着变形前的坐标 指点看它怎么变化 这是容易的 这是容易的 流体力学呢 就相反 流体力学就好像水流 我很难盯着原来的指点跟着跑 可是我可以比如说要量温度 我可以拿一个温度器就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看它的温度变化多少 你变化水流会变化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经过这一点的指点 原来是什么位置 因此流体力学用变形后的坐标处理会比较容易 因此会有这个大概的区别 但是不是绝对 我们下一个小节目给各位看 同样的公式 我们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坐标来推导 形式会有点不一样 好消息是 如果你的变形量非常小 我们一般讲变形量非常小 通常意思指的就是 如果你study的问题是在弹性区域 你用这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统 推导出来的公式形式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差别 可是如果你是在大变形的区域 不同的坐标系统的公式 其实就是会不一样 这个我们在第三章会给各位看到 第三章是我们会给各位看到 当我们在推导跟印尼相关的方程式 我们原来用的是变形后的坐标系统 为什么 因为印尼的定义就是每单位面积所受的外力 你物体没有变形它不会有外力 抱歉老师讲分头了 你物体没有受到外力 它不会变形 可是它不变形它就不会有印尼 只要有印尼它一定变形 所以我们在第三章推导印尼的方程式的时候 一定是在变形体上来考虑 说用的一定是变形后的坐标系统 可是我们最后会证明给各位看 如果是小变形的话 对这个的微分到处都会简化成为这个微分 那我们到第三章会给各位探到 这我们这边先告诉各位一下 但我在强调 如果是大变形的话 你用的不同的坐标系统 出来的方程式形式会有点差异的 我们刚刚讲的观念 我们没有限制一定要小变形 然后坐标系统什么都不是 而且还跟时间有关 变成的是动力学 那我们现在下面我们把问题简化 第一点 我们现在把时间固定 考虑的就是某一个时间 实际上我们考虑的就是变形完成 最后的时间 所以这个方程式你们T都不见了 我们不考虑它是时间的函数 因为我们考虑的就是一个状况 变形完成以后 中间的过程不谈 所以方程式写成这个样子 跟时间无关 第二点 我们现在限制 我们所用的坐标 线性直角坐标 线性直角坐标 那下面 有一个定理 那我们不正的 你们翻翻公述课本可以找到 如果这个方程式 这是原来的C Function of XYZ3 如果这三个 这是三个方程式 如果这三个方程式 是一对一 且印成 也就是表示它是反函数的话 有反函数的话 那公司上可以证明 这个行列是不能等于0 在整个区间 你们看 这个行列是什么 就是我每一个函数 分别对X1 X2 X3 偏为分 第一个是C1 对X1 X2 第二列是C2 对X1 X2 X3 偏为分 第三列是C2 对X1 X2 X3 的偏为分 如果我们说 针对这个物体 针对这个区域 它的变形函数是C1 Ci 这个行列是我们把它定义 叫做接 也就是所谓叫 Jakobin 它有个名词的 我们把它叫做 Jakobin 那我们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针对这个物体 这个是它的变形后的函数 那针对这个物体上的每一点 我们都会有一个接的这个值 因为你把它偏为分 然后把那个点的坐标带进去 再去绝对只有找得到 就觉得那个 那个 Determinate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 它的行列式的值 OK 那它的意思就是 这个J 不管任何一点 它不能等于0 这个不是物理问题 这个是数学问题 也就针对任何一个函数 一组函数 坐标函数 或者说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函数场 针对任何一个函数场 如果这个函数场有反函数的话 那在它所适用的区间 这个甲口饼一定不能够等于0 一定不能够等于0 而这个甲口饼的写法呢 可以写成这个 就Pasho-Share 只是你们123不要搞错 可以写成这个 而这个里面的每一项 因为是偏微分 我们上次就跟各位介绍过 比如说Pasho-Share 对Pasho-Share 的微分 就可以C1,2 这个C1指的就是偏微分的意思 我再强调 这个甲口饼不等于0 是从数学上 是从数学上过来的 如果这个变形函数 是一对一起硬成的话 它必须满足这个甲口饼等于0 那我们看看 这个甲口饼跟位移的关系是什么 那请各位看 我们知道 我的位移量U sub i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等于变形后的坐标 减掉 变形前的坐标 那反过来讲 变形后的坐标 就等于ui加上xi 那我们这个里面都是这个c 对x的微分 所以我们就看一个general的turn ci等于ui加上xi 那ci sub i 如果对x阶微分呢 那就等于ui对x阶的微分 再加上xi对x阶微分 我们上次讲过 xi是属于一个独立变数 所以xi对x阶的微分 只有上下两个都一样的时候 它会等于1 不一样都等于0 所以xi对x阶的偏微分 就等于德塔i阶 就等于德塔i阶 因此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所谓的这个的甲扣比 那本来是c c是subi,j的行列式值 就可以把它写成 是等于德塔i阶 加上ui,j 那意思是说 这个行列式 这就是变成functional of的位移场 那这个行列式 不能够等于0 那我们看一个special case 如果我现在没有位移 就是ui都等于0 我根本没有位移 如果我没有位移的话 那ui,j当然等于0 那我那个jacobin 里面就等于只剩下德塔i阶 就是一个单位项链 那我们知道德塔i阶的行列4 就是等于1 那从这两个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你们想哦 我的jacobin 第一点 他不能等于0 然后他在没有位移的时候 他等于1 也就是说 他是从一个正的值 开始变化 那我有位移 jacobin值会跟着变 但他又不能等于0 所以那我们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我的jacobin 一定要大于0 不管什么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 记得 我们现在这个jacobin 已经变成 我们把它展开 就是变成 1 2 2 2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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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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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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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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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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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结论是,Jakobin一定要大于零。 意思说,如果你现在的物体是连续变形,而且没有部位破裂,那你的位移函数所对应出来的Jakobin一定要大于零。 因此我们可以说,针对任何一个合理的变形位移函数,U1,U2,U3,它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Jakobin要大于零。 只要这个位移函数,也就是我们这上面的U1,U2,U3,带进这个,在整个物体的范围之内都满足大于零的条件的话,这个位移量就是一个合理的。 或是反过来说,任何一组位移量,满足这个条件,那我们就说这个位移场是一个适当的或是允许的位移场。 这个条件,Jakobin大于零,就是代表位移场的一个门槛条件,也就是针对任何一个物体。 你说这是它的位移场,U1,U2,U3,那你这个函数合不合理,它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 Jakobin要大于零,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跟各位说,因为将来以前解固体力学问题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比如说这是一个物体,我们就 比如说我现在只画二维当三维,假定现在有个物体,圆点在左下角,它的三个边长都是1,包括X属力都是1,我们现在只画了两个,都是1。 那我现在说,这个物体受到外力以后,它的位移函数是这样子,我假设U1等于A的X1平方,加上B的X2,U2等于C的X1,加上D的X属力,U属力等于0。 假设这样子,我可以假设说,它受了外力以后,我的位移场是这个样子,然后把这个在带进这里面,然后解这个位置数。 可是如果我这是一个在解决固体力学一种会常用到的方法,因为我们固体力学里面有时候微分方程式很复杂,因此呢,我们会先假设它是一种函数的形式,然后把这个函数再带到微分方程式里面,然后解位置系数。 万一解得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可是,当你在做这个假设的时候,你不能随便,你要先确定你假设的这个函数,不管ABCD等于几,在这个范围里面都满足Jakobin大一年才可以。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用,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先假设函数的位移的某种形式,中间有些位置数,然后把这个函数带到平位分方程里面去求解,解这个系数的做法,我们叫做Semi-Inverse Method,所谓的半可立的方法,Semi-Inverse。 但是,如果你要用Semi-Inverse,你的一开始假设的函数,必须要满足一个门槛条件,就是Jakobin大一年。 你才能够说,这个是合理的。 你才能说,这个位移场可能是合理的。 如果说,如果说你的假设函数不满足Jakobin大一年,那这个函数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这个是这个条件,也就对,那这个Jakobin大一年,就是物体连续变形的位移场的条件。 物体连续位移场的条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问。 我也可以说,假设这是一个物体,这是我的位移场。 那我会问你,ABCD要在什么范围里面,这个位移场才合理。 那就反过来,你要把这个位移场带到Jakobin,看ABCD要等于几,才能保证它在这范围一定大于零。 那就是它的范围。 这也是一种。 OK,这个也是一种。 反正我们再强调一下,Jakobin大于零,等于是你一个假设位移函数的门槛条件。 也是一个判断这个位移场合不合理的一个方式。 它如果大于零,不保证这一定是正题的答案。 但是它如果是小于等于零,那保证这个位移场一定是错的。 再听清楚,如果Jakobin大于零,还不能保证这个位移场一定是正确的答案。 还要看它有没有满足边界条件。 可是如果小于等于零,那这位移场保证是错的。 那我们现在举两个例子,比较极端的例子给各位看。 第一个,假设这是一个假设位移场。 U1等于零,U2等于负X2,U熟率等于零。 实际我们看这会变成什么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个梁,这边就是X2,我们只看X2。 所以U2等于负X2,那C2呢,就是等于X2加上U2,所以等于零。 所以现在这个假设的位移场代表什么呢? 这个呢,每一个值点通通都挤到这边。 那个会变成什么呢? 一对多。 哦,不是,抱歉,多对一。 就是每一个没有变形的值点,变形后都挤到同样的一个位置。 那是我们刚刚讲的,它不合乎连体变形。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位移场是不合理。 那你把这个位移场带到我们那个假口柄发现呢? 它刚好等于零,并没有大于零。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位移场不对。 反过来讲,如果我现在改一下,我U2不是等于,是U2等于X2。 也就等于说,我原来的位置多少,我的变形位移量增加一倍。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原来的这样子一个粮,它现在会变成两倍。 这个你们知道,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合理。 为什么? 它没有考虑到Persatz Ratio。 可是理论上,从这个变到这边,它满足一对一前映成。 它的指点,变形后变形前的指点是一对一的。 所以它也许不是正确的答案,它至少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那我们把这组位移场带进去行列四,你们刚好等于二,所以是大于零。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可能合理的位移场。 而第一个是绝对错的,这个就是甲口饼。 若然强调,一个物体会不会产生连续变形,它所对应的位移场一定要满足。 甲口饼,大于零。 我们下面看,我们这个甲口饼。 满足这个。 哦,抱歉啊,我刚刚写的那个甲口饼行列四,三个对角形,我忘了加一啊。 你们自己,如果有差的话,自己补一下。 这甲口饼,真正的,可是这个怎么来的? 回顾一下,我们这是依照线性直角坐标来的。 那下面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我要用原柱坐标的话, 就是我的位移场是U sub R,U sub C,U sub Z。 那这个甲口饼的形式等于什么? 那就是像我们第一章讲的。 我们先把甲口饼这个分量的形式,改成它的一般形式。 那我们前面呢,跟各位介绍过。 给各位回顾一下,甲定有一个向量U,我们讲义上用的是A2,我现在直接用U。 甲定有一个向量U,那我们的gradingU,也就是等于这个delta跟这个向量U,它的一个外积。 所以等于partial partial xi,Ei,这个U阶,E sub阶。 所以等于partial xi,Ei,E阶。 因此我们知道,gradingU的I阶分量,是等于U阶对xi的微分。 那这边我们就看到了,那这边是U,I,X阶。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gradingU,不要忘了,等于它的transpose。 等于我们gradingU,所以U,I,J是等于gradingU的transpose。 因此这个的general form,它是等于行列式的gradingU的transpose加上一个I, 这个I指的就是单位矩阵。 就是我们一般所审视的单位矩阵。 所以,如果我现在问你,球面坐标的假扣并等于什么? 举例来说,也等于这个形式,举例来说,就等于我们下面这边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三,第二,球面坐标的grading。 然后对角线,记得要加1,不要漏掉。 嗯?我有没有加?哦,我这边有加。 记得要加1,对讲三个字记得要加1。 这个就是球面坐标的假扣并形式。 这里是我们要介绍张量。 好,现在有一点,刚才有好几个同学反应,可能有问题。 如果你们在书上看到的球面坐标的grading, 跟这有点不一样,以你们在书上找到的为准。 OK,我们的讲义也许还是有漏掉的地方。 你们如果说看到,不管是球人援助, 如果你们书上看到这些形式,跟我讲义不太一样的话, 你们以书本为准。 但是作业就没有关键,作业我主要看的是观念。 有没有漏掉一些东西并不是重点。 OK,作业我主要只是看的是观念。 刚刚是要你们做的是,例子给的是球面。 你们今天第一个习题,就是写出援助坐标的假扣并形式。 这只是一个练习。 写出援助坐标的假扣并形式。 那是今天的第一个例子。 这结束了我们第一个小节。